这个女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 她的智商高达242 就连她破案的方式都极其的诡异 她竟然可以在大脑中将死者悬浮于空中 没想到今天的案件更诡异 死者居然被戾气消掉了半个脑袋 可对于安东尼亚来说 越有挑战性她就越兴奋 她在经过360度的仔细观察 任何细节都无法逃脱她的火眼金睛 此刻她已经进入了一种神一样的状态 在脑海中迅速构建出了真实的作案现场 只见一根针管从死者的颈部蜿蜒而下 而血液就不停地从身体中流出 她的眼睛紧盯着流动的方向看过去 却发现血液竟被导入了一个大的烧杯之中 然后又被沉入一个透明的高脚杯 紧接着她就发现了被急速处理的脑阻值 然而下一门 线索却又犹如藤蔓一般迅速生长出了之夜 她在继续顺着指引的方向走去 竟然来到了一个郁郁葱葱的树林 在向前刚好走了七步 这里豁然摆放着一个被切了半个脑袋的巨大头像 然后她再进一步仔细观察 很快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被害人是失血过多而导致的死亡 可没想到凶手的作案手法极其的残忍 她将一根针管插入死者的颈动脉 静活生生把对方的血都放干了 而凶手又故意延长了整个的死亡过程 显然这种死法异常痛苦 但现场却没有发现任何挣扎过的痕迹 这是一旁的法医检测到了统建毒解的残留物 也就是印第安人用的那种毒药 这种毒素能导致神经性麻痹 那就说明凶手想让被害人清楚地知道 血正在被抽干 还让对方眼睁睁看着容器慢慢装满 而死者下巴上流出的黄色液体 就很可能是红酒和又混合而成的圣灯 再加上如此变态的杀人手法 这也刚好契合了一首圣歌中的歌词 而如此诡异的案情分析 让在场的警察乔恩都看懵了 然而更猛逼的却是 杀人案发生在安保严密的富人区豪宅中 而死者又是有权势的银行家的儿子 可警局内部竟然对此案全然不知 就连地方检察院办公室也都无人知行 而乔恩又怎会知道 他身边这位自称导师的超级警探 却是一个名为红皇后的欧洲秘密警察组织的负责人 他们一旦遇到需要保密的棘手案件 就会启动组织中那些高智商的分析师来破案 而女主安东尼亚 就是这红皇后中最厉害的一员 原来就在刚刚 深陷胡伦的乔恩受导师委托去办一件事 只要能将安东尼亚请来 就会帮他摆平被人栽赃陷害的大麻烦 面临有可能十年的牢狱之灾 警察乔恩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照顽 而此时的安东尼亚过起了隐世的生活 他好像被什么事困扰而心灰意冷 正坐在窗台上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只是他似乎还没想好 究竟该以何种方式离开人世呢 是不打扰其他人的上吊好呢 还是遵从武士道精神的剖腹自杀呢 亦或是像传统一样在浴缸中割腕的方式 要么干脆引弹自进来的更痛快 或者自焚才能让他体验死亡的痛苦过程 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似乎已经有了选择的答案 可偏偏就在这时 警察乔恩却突然推门而立 原来这些都是他大脑中的推理想象 他听到声音居然就已经知道了乔恩的来意 正如导师料想的一样 谁请他付出可能都不起作用 唯独只有乔恩这种无所谓的另类方式能说服他 没过多久 他竟然急匆匆的就跟了出来 这回轮到乔恩猛逼了 没想到安东尼亚竟然直接找到了导师的车 他上车后也不废话 竟根据电脑中数据的分析出了目的地 然后直接输入指纹导航去富人区 这下开车的乔恩更懵了 那里可住着一大半黄马的球员了 然而更令他吃惊的是 安东尼亚居然还准确地猜中是谁家出了事 就这样 两人在天黑时到达了富人区 看上去这里的安保的确很严格 当乔恩亮出了证件之后 保安这才给他们指明了方向 可到了地方安东尼亚却迟迟不肯下车 他似乎还没有从上一个案件的阴影中走出来 如今再次见到熟悉的破案现场 他立即就变得惶恐不安了 总感觉车外就好像有什么怪物一直在追着他不慌 突然一只猴子窜了出来 他立马被吓得疯了一样叫喊 幸好这时导师及时打开了车门 然后向他嘴里塞了个红色的小药丸 有了导师的安抚 他这才慢慢平息了下来 这下给一旁的乔恩都看傻了 我接来的女人到底是专家还是神经病吗 没想到进了案发现场之后 乔恩就瞬间改变了自己之前的想法 只见安东尼亚单凭现场留下的诸多痕迹 便迅速得出了令人诧异的结果 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安东尼亚又发现之前的尸检报告做的不对 而这里也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 被害人先是被绑架到了别处 接着凶手又带着尸体绕过了严密的安保检查 甚至不慌不忙地将死者摆放在沙发上 就像做临终圣事那样还为尸体抹了圣牛 他从未见过如此精心策划的凶案 安东尼亚好像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他转身就往外走 一旁的导师看到后 急忙派人将他送回了家 没想到回家后他一顿梳妆打扮 甚至还穿上了红色的晚礼服 原来他回想起了往日家中的丈夫和孩子 而与今晚同样的那个月圆之夜 和家人在一起是何等的温馨和幸福啊 而此时这里却早已经空空如也了 他失意地走出房间 就连大门也都无所谓爱所不所 随后他来到医院 又走到了昏迷的爱人身边 接着默默坐到一旁的椅子上 然后打开平板电脑查看未判决囚犯的档案 他虽然还不知道凶手的作案动机 但他知道凶手一定还会在犯罪的 也许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 西班牙首富的女儿正在运走他心爱的赛马 可在回马场的路上却出了意外 只见白天还好好的路 晚上却不知为何拦起来抢修了 于是司机只好绕路而行 可没想到导航却将他们带到了一片树林中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们这是落入别人设计好的陷阱的呀 可司机却以为自己迷了路 然后又幸运地遇到了好心的护灵员 谁成想下一秒 毫无防备的他就被护灵人抹了 而车里的富嘉尼一看傻了眼 他赶紧锁上了车门 可对方见女人还想反抗 就干脆将拖车上的爱马仕牵了出来 尽管女人不停地暗揽了呼救 可这漆黑的荒娇也领诱 哪里有人听得见 就这样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爱马被杀 可他刚想起报警 就发现手机却掉进了座位下方够不到 而偏偏就在这时 护灵员竟用灭火器砸碎了车锅里 女人见状 急忙将灭火器按开喷了过去 这才为他赢得了一丝丝逃跑的时间 他急忙下车跑进树林 慌忙中连碍事的拖鞋都摘下来扔了 可对方却在身后不慌不忙地追赶 然而没过一会儿 女人的脚上就扎上了木刺 他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因为护灵员又吹着口哨追了上来 女人还想再继续逃跑 可此时光脚的还真就怕死了穿鞋了 他好不容易跑到马场的附近 本以为只要拼命呼喊就有活命的机会 可微弱的声音却又被这无情的黑暗吞没了 他还想翻越栅栏进去躲一步 可此刻护灵员已然来到了他的眼前 他们昨天刚目睹了银行家的儿子被杀 可今天他就推断出又有一个妇人被绑架了 因为受害者恰恰都是富豪的子女 所以两起案件一定是同一个人所为 而凶手似乎在传递一条什么消息 他无时无刻不在心里计算着 可尽管他的智商高达242 却有一个不能被人触碰的诡异境界 随后俩人以国际刑警的身份 去拜访了被绑架者的富豪老爸 却恰好在这里遇见了反杰驰小组在问话 于是安东尼亚就自行走进了富佳女的房间 就这样了解到了被绑架者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并在对方的带领下发现了更多细节 他很为秀发而骄傲 却不太满意自己的身材 他常常会经历大爆发 但随后就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厌恶心 他在拼命挣扎 想努力摆脱强大附近的营养 然而这些信息对营救几乎都没什么卵用 于是他们将调查的重点 转移到了富佳女的前夫身上 没想到他们真的在这里找到了线索 原来富佳女超爱她的那匹母马 今天她本该去参加皇家俱乐部的锦标赛 可话刚刚听到这儿 安东尼亚就立即冲了出去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马场附近 紧接着她又展开了数字化推理模式 她根据地上的血迹脚印推断 富佳女和母马应该都不在这里 当两人站到高处继续观察时 安东尼亚还顺带目测了一下乔恩的体质率 随后又在大脑中展开了上帝视角 她根据鸟群的飞行方向判断 那边的虫子一定多的超乎寻常 然后又在她沿途的指挥下 他们果然发现了被藏在草丛里的四季尸体 还有一旁已经招了苍蝇的死骂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一辆红色轿车急速冲了出来 乔恩急忙举枪便射 紧接着安东尼亚将车开了滚 两人迅速追了上去 没想到智商高的人样样都行 杨诚忠已然无法辨别方向 也看了轻路 她就凭借自己的记忆在大脑中捣牢 没多久 对方就找了个缺口冲上了高速 两人紧随其后也冲了进去 眼看着前后两车的距离越来越近 可偏偏就在这时 安东尼亚的老毛病又开始发作 她看见港风玻璃上竟突然出现了猴子 紧接着就是第二只 很快猴子就越来越多了 她试着让自己保持镇 然后接过乔恩递来的小妖王 立即就吞了下去 最后她又让乔恩帮忙握紧方向爬 只要数到三 波侯们就会立刻在她的眼前消失 当安东尼亚清醒之后 她居然疯了一样将油门踩到了 车子也就疯狂追了上去 刚刚被甩开的距离又慢慢拉近 可乔恩刚要拍照 对方就一枪射了过来 幸好他们躲闪及时才没有伤及性命 没想到他们继续在追上去时 却发现对方居然拐到了对面的逆行车道上 为了不丢掉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嫌疑 安东尼亚在下一个围挡处里出发过去 这回高速飙车就更刺激了 好不容易等到了进 可乔恩刚举起枪 他们就看到前方迎面使来一辆大车 就这样 绑架附加你的嫌疑犯跟丢了 他们的车子也几乎报废了 索性现场没有人员伤亡 但不幸的是 他们的举动竟引起了反截斥小组的愤怒 说这样就已经对绑匪打草惊蛇了 因此两人被导师撤出了这个绑架案 也只能把精力放在银行家儿子的凶杀案上 可安东尼亚又怎会就此罢休呢 他将拍好的多张模糊照片拿回办公室处理 转眼之间 他们就看清了嫌疑人手臂上的纹身 于是下一步 他们的调查便转向了全市的纹身店 另一边 傅家女竟被绑匪捡去了他引以为傲的长发 又被扔进了脏兮兮的屠宰场 他受伤的脚还在流血儿疼痛不止 可更折磨人的是 绑匪居然不让他安静地睡觉 自从飙车事件发生之后 他更是遭到了非人的虐待 然而更加诡异的缺失 绑匪绑架西班牙首富之女竟然不是为了钱 所幸这次两人的讯问并非一无所获 乔恩终于得到了一丝破案的线索 绑匪自称为爱泽奎尔 他似乎向银行家提出了一个不可能被满足的要求 最后还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可此时安东尼亚的注意力却放到了秘书身上 此人肯定知道其中的隐情 于是两人在秘书的家门外秘密监视 可不巧却又被对方在无意中发现了 无奈又是一整天毫无进展 可乔恩回到家里却有了重大发现 因为老妈邀请了神父到家里吃晚餐 通过请教他这才知道 凶手留下的话来自于圣经的以西结书 大意是罪孽并不是父母传给孩子的一种财产 此刻的乔恩立马悟了 于是急忙跑到了医院楼下 然后将神父对经文的理解告诉给安东尼亚 谁承想他刚一提到神父 安东尼亚就解读出了其中的含义 原来凶手是想通过伤害子女来惩罚他们的父母 反而是富豪们都心虚的撒了谎了 他们害怕的不是杀人和绑架的艾泽奎尔 而是怕不可告人的秘密被公之于众 这就是凶手所求的东西 他竟然想让富豪们承认犯罪并公开发表声明 此刻案件终于有了正向的推进 安东尼亚竟然也主动和乔恩握起了手 于是第二天 他们通过照片推测出了凶手的体貌特征 接着又将画像发给了全国的所有纹身店 然后下一步 两人来到了富豪暂住的安全屋 由乔恩在门口和反劫持小组的人员交涉 而安东尼亚却走进了一旁的高级会所 他大脑中又构建出了这里的地图 没多久他就穿过了厨房 竟然绕到后门走了出去 再从看似安全的安全屋后门绕进来 他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上了楼 可当他敲开富豪的房门时 却同时也被赶来的安保人员抓活 只可惜在最后时刻 他还是没能问出杀手提出的要求究竟是什么 很快安东尼亚就被赶了出来 不料乔恩却被对方的嘲讽激怒了 他竟一冲动扇了负责员一巴掌 更没想到的是 这一幕居然被一旁有心的记者露了响 这也会给他不久的将来惹来一身的麻烦 然而这一刻 他又好奇起安东尼亚发病的原因是什么 原来几年前 安东尼亚是唯一一个通过面试的红黄后候选人 在近乎疯狂的实验过后 他却总是在无法超越的极限之处停下来 于是导师便向科学家索药刚刚研制出的新药 试图以此来刺激夏丘脑分泌更多的左岸 就类似于兴奋剂一样让人永久处于警戒状态 在征得安东尼亚的同意后 导师便给他注射了这种神奇的药物 而没多久实验就成功了 但是副作用也随之显现出来 从此猴子就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恶魔 就这样 两人经过深度交谈后 终于成为了可以走进彼此内心的朋友 然而就在他们分别之后 安东尼亚却发现这个出租车司机有些异常 他立马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错 就连安东尼亚也被凶手绑架了 而被囚禁的傅加尼却找到了一丝慰藉 他竟然听到了隔壁女孩的哭声 原来还有另一个人也被囚禁在此 两人就这样彼此鼓励着撑下去 就有破旧的希望 然而没多久 凶手就冲进了隔壁的房间 紧接着就传来的女人被侵犯的惨叫声 这下傅加尼听得都快要崩溃了 案子还没破 可破案专家却被绑了 然而绑匪就没打算杀他 却反而将他扔进了一个掉满信息的破房子 就连值钱的电脑和手机还给他留在了包里 看来安东尼亚应该死不了了 可绑匪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怎么这里比警方查到的线索还要多呢 就好像绑匪在帮着破案一样 可仔细一看他似乎明白点什么了 原来被绑女儿的富豪工厂大幅度裁员 致使人们的房贷不堪重负 可死了儿子的银行家却不顾民众的请愿 竟然将所有失业者全都非法驱逐了 难道这就是杀人和绑架的动机吗 很快 安东尼亚就见到了急匆匆赶来的搭档乔恩 两人便立即驱车赶往富人区 因为他已经记住了绑匪的车牌号 而正是这辆出租车 恰恰被凶手当成了案发当晚的运势车 那安保严密的门卫势力 就一定有当晚进出车辆的记录 可他们在去富人区之前 安东尼亚还必须去做另外一件事 只见他一边看着21点的教学视频 一边指挥乔恩将车开到了附近的赌场 随后也就用了10分钟 他居然就带着1万欧元回来了 有了欧元这样的敲门砖 富人区的保安更愿意配合警察办案了 但事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可虽然他们查到了登记的车牌 但监控里怎么找不到这辆出租车呢 这是安东尼亚又在大脑中飞速的计算 他看着录影带如临现场 这里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异常 可突然出租车的画面就在眼前一闪过 原来就在监控录像的一秒之间出现了脉冲干扰 仔细看两个画面的区别就在明显不过了 这下在场眼镜的其他人都懵了 但保安还是看在前的面子上去检查了监控设备 可这一看不要紧 还真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干扰器 于是两人将图像拿回办公室精细处理 竟然还真就还原出了出租车的基本轮廓 然而不幸的是 这样的垃圾画面也就仅仅只能确定前排坐着两个人 没想到下一秒他们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竟然又一个店主认出了凶手的温身 因为这是他老爸所特有的杰作 只可惜时间已经很久远了 当两人还想从黑妹老爸身上问出点线索时 却发现对方已经在半年前得了中风 如今病人已然无法行动 就连语言功能也已经丧失了 可这又怎会难倒智商极高的安东尼亚呢 他居然看懂了对方眨眼所传递的信息 在一番交流过后 他竟然神奇地得到了四个字 经过安东尼亚的调查 照片中纹身的四名地下警察终于浮出了水面 他们是97年第一届的优秀毕业生 可现在其中一人已经死于癌症 还一人在爆炸中身亡 而第三人却在案发当晚参加了电视节目 只有剩下的这个第四人嫌疑最大 于是两人悄悄摸进了嫌疑人的居住地 这里看上去到处设置了机关 竟然连灯的开关都不知何时已经失灵了 没想到乔恩刚进门 他就看到一只哈士奇趴在了门口 紧接着身后就窜出来一个人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就在乔恩将对方制服之时 不料安东尼亚却跑过来说此人就不是绑匪 因为他已经双目失明了 这眼看就要水落石出的线索居然就这么短 然而通过交谈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原来一个名为法哈多的队友得知女儿突然自杀了 因此他就患上了精神病被送进医院 谁承想治愈之后 他竟然在隧道中遇到了爆炸 而高层却说他是精神错乱而自杀了 可奇怪的是 居然在隧道中谁也找不到他的尸体 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听到这儿 安东尼亚便立即通知反劫持小组的负责人 他已经可以确定法哈多就是绑匪了 可没想到对方竟然早就知道了此事 因为他们不久前得到了民众的报案 随后就在一片空地上发现了绑匪丢弃的出租车 再经过指纹对比就锁定了法哈多 并在第一时间找到了他的住址 如今反劫持小组全员出动 已经做好了实施抓捕的准备 这是安东尼亚顿时纳门了 想法哈多这样专业的地下警察 又怎会将作案工具平白无故地留在空地上 于是两人决定先去精神病院查个究竟 当他们看到法哈多的档案时才知道 此人竟有双重人格 居然表现出了多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随后他们又得到了办公室传来的消息 原来那辆出租车的车牌果然是假的 然而没想到的是 车牌竟然是法哈多女儿自杀那辆车的号码 就在这个时候 乔恩恰好又接到了夫人区保安的电话 因为保安通过朋友找到了加油站的监控录像 却发现出租车旁竟然站着一个女人 可还没等乔恩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安东尼亚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发了 她边开车边解释说 监控里的女人就根本没在加油 因为加油机的屏幕显示没有任何变化 而那辆出租车烧的是汽油 女人却偏偏站到了柴油的加油机前 这只能说明一点 那就是她故意让自己被监控拍到 显然法哈多伪造死亡是为了获得自由 而法哈多的女儿也并没有死 她就是绑架案的帮凶 也正是她报的案 反劫持小组这才发现了留有指纹的出租车 因此种种迹象表明 警方从一开始就在被绑匪运动 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故意将反劫持小组吸引到他们的陷阱之中 然而此刻行动已经开始了 所有警力已经冲进了一栋施展 就在他们准备抓捕沙发上绑匪事先放好的假人时 法哈多父女俩却已在监控里看得真真切切 可女儿走过来一看 这不就是另一个被囚禁在此的女人吗 而监牢里的富家女又怎会想到 隔壁这个跟她同命相连的患难姐妹 居然恰恰就是绑架她的人 更无法想象的是 女儿居然比父亲更加残忍 法哈多看着这么多警察却犹犹豫豫的吓不去手 不料女儿却诡异的一笑 竟然立即启动了遥控炸弹 就这样 整个反劫持小组几乎全军覆没 而匆匆赶到的安东尼亚和乔恩只救出了两位负责人 事后 乔恩偶然发现了安东尼亚电脑里的文件 居然全都是关于一个名为白先生的资料 乔恩这才知道 原来这位白先生的智商超乎寻常的高 这也是安东尼亚一直在追查的敌人 可至今他都无法证明此人的存在 因此导师认为他患有受迫害妄想症 父亲还从他手里夺走了儿子的监护权 就这样 两人终于有时间在餐馆里吃一口饭了 可偏偏就在这时 乔恩被偷拍的视频却上了电视 正是那个报复他的记者在媒体上一顿胡言乱语 而此时此刻 不料导师竟然也不接安东尼亚的电话 于是他独自开车来到了一处建筑工地 这里正是导师的办公地 更没想到的是他进出这里的权限居然被禁止了 爆炸发生的后果终于有所显现 由于两人把整个组织置于危险之中 他们就这样被洪皇后开除了 从此之后 本来就没有交集的两个人都恢复了之前的生活 安东尼亚也只能去医院的病房里寻求丈夫的慰藉 而失落的乔恩也来到了医院 他来看望斯里逃生的反劫持小组负责人 却在他这里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因为负责人在爆炸之前 发现房子里竟然有一张马德里地下设施的地图 上面还清晰地标记了一个地点 只可惜他已经不记得具体位置了 另一边 被囚禁的富家女得知救援失败 心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因为此时也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法哈多女儿干脆也懒得妆啊 就从外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女人 她面无表情地走进学校 举起左手就是砰砰两枪 她直奔学生教室而来 她今天的目标是要绑一个小男孩 她笑着冲进教室 又砰砰一枪解决了老师 这可把所有孩子都吓得钻到了桌子下 可唯独阿豪没有动 因为她知道墨镜女就是来找自己的 男孩竟然就是安东尼亚的儿子 而此时的她却在病房里见到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正是她久不见面的父亲 当她得知儿子被绑架 而自己还莫名成了被怀疑对象时 安东尼亚也没客气 一巴掌就扇到了老爸脸上 紧接着趁其不备 她随手按响了呼救按钮 然后立即走出了病房 再又钻进了护士办公室 等她再出来时已经穿好了防护服 她本想就这样偷偷溜出医院 却没想到刚好被追上来的警察逮捕了 然而这一幕 又恰好被等在车里的搭档乔恩看在眼里 为了让安东尼亚有机会去救儿子 他竟然直接开车就撞上去 就这样 安东尼亚虽然被撞得头破血流 可他却也趁着这个混乱的时机逃走了 很快他就逃进了一家商场 接着随手拿了件衣服钻进衣帽间 然后立刻给导师打电话 他希望导师帮他拖延一段时间再抓捕 因为他必须要等到劫匪的来电 没想到几分钟后 他竟真的接到了法哈多的电话 可与此同时 他脑子里的那些讨厌的猴子们又来找麻烦了 索性他身上还有最后一颗药丸 在服药之后 他竟直接要求和电话那头法哈多的女儿谈话 此时两人也都不藏着掖着 双方都挑明了身份 而游戏的规则是在30个小时内营救 不然被绑的大小两人都会死 这边电话刚挂断 法哈多却表露出了不想伤害孩子的意愿 可女儿却提醒他要坚持一贯的原则 因为要阻止父母 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他们的孩子 不料这时法哈多的人格分裂又开始发作 结果女儿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想不到这个办法还真管我 不得不说西班牙的女儿扇老爸确实有一套 另一边的安东尼亚无处可去 索性逃到了有过一面之缘的黑妹家里 也就是在这里 他终于得到了非专业的救治 不过额头的伤口总算是止住了血 他也终于有了休息的时机 可在梦里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被享受烛光晚餐 就发现怎么有个男人鬼鬼祟祟的盯着自己 随后他找机会疑问才知道 原来男人是给自己来报信的 对方说一个自称白先生的人是他的死 白先生一心想摧毁红皇后项目 并且马上就要杀过来了 安东尼亚听的是一头雾水 却没想到夫妻二人刚到家就发生了意外 当丈夫给陌生人开门时 就发现一个白脸面具人站在了门口 没想到对方更是倔强辨识 而安东尼亚就这样眼看着丈夫倒在了血泊中 他呼喊着祈求对方放过年幼的孩子 这才算保住了阿豪的小命 当他反应过来追出去时 却被对方引到了一个阴暗的地下隧道 谁承想他脑子里那些讨厌的猴哥又成群结队的 他干脆顺着猴哥的方向再看过去 却发现一个女人站在了他眼前 原来此人就是法哈多的女儿 怎料他越急着想追过去 就越陷入深深的沙坑无法自拔 这也仿佛就是他如今的被动处境 他确实到了应该反击的时候 于是为了掩人耳目 他不得已换上了黑妹为他挑选的奇装衣服 脸上还画了一个全世界给我去死的纹衫 在确认没有人认出来的情况下 他又去商店买了根撬棍 紧接着急忙找到那个还唯一活着的地下警察 再要来马德里下水到网络的地方 最后他来到了乔恩的母亲家里 再有母亲的传递 乔恩也得到了下一步的行动安排 随后 安东尼亚又去约见了银行家 因为他已经猜出被削了半个脑袋而死的人 就根本不是银行家的儿子 而是秘书家那个年龄相仿的孩子 他用这个秘密换取了营救儿子的武器 于是一把枪和17发子弹就到位了 另一边 病床上的乔恩突然犯了病 原来是做过药剂师的老妈在饭菜里下了猛药 在一番抢救过后他陷入了婚秘 因此门口的看守也就放松了警惕 没多久 乔恩连手术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跑到了大街上 他就这样极为凉快的脱困了 如今所有的准备工作均已完成 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了 他要去营救被绑架的儿子 可绑匪却躲在了错综复杂的下水道里 安东尼亚凭借强大的记忆 立即在脑海中构建出了水道网络的地方 他不断向绑匪设置的圈套前行 而他的搭档乔恩 也准时来到了约定的地铁中顶站 两人通过电话联系逐渐向目的地集中 然而就在这时 安东尼亚却在门口栅栏处发现了一枚炸弹 这是被改装过的塞姆厅塑胶炸药 可还没等那边乔恩紧张地进行分析 他这边就已经果断并正确地拔掉了引线 在网里走了没多久 安东尼亚就感觉对方就这样把两人骗过来炸死 这种游戏的玩法未免也太简单了吧 再联想到当初破房子里满墙的惊心提示 原来墙上画的就根本不是星星 而是马德里的八出爆炸 法哈多妇女俩在全城布下了炸弹 居然还挑衅般地暗示了炸弹的具体位置 可偏偏就在这时 安东尼亚脑子里的死猴子又来了 然而这一次 碰巧蓝色的小药丸已经用光了 电话里的乔恩立马提醒他要想着自己的 突然间似乎奇迹出现了 只见一只猴子竟然定格在了空中 他终于在危难之中彻底摆脱了心中的恐惧 此时此刻 是爱和希望让安东尼亚再次振作了起来 最后 他们终于到达了事先预想的地点 于是两人分工 由安东尼亚去引出那个阴毒的女儿 而乔恩则负责去干掉法哈多 没想到女儿果然中几了 他听到安东尼亚的呼喊立马追了出来 却发现只是手机录音在一直循环播放 而另一边 法哈多刚准备进牢房里四条 就遭到了傅佳妮在背后的突然袭击 然而谁又能想到 生死关头傅佳妮居然也拼了面 他竟然用瓷砖扎下了法哈多的一只眼睛 紧接着他拿了钥匙就逃了出去 还不忘顺手去解救隔壁无辜的孩子 不料这时法哈多又阴魂不散地冲了出来 就在他命悬一线之际 幸亏乔恩举着枪及时赶到了 没想到他一不留神 就又被战斗力十足的法哈多反手掀了个跟头 在双方争抢的过程中 乔恩不幸中弹了 随后又在拼命地打斗之后 他又被对方的匕首捅了一刀 眼看他就要被法哈多了结了幸运 这时多亏了傅佳妮又是在背后将对方一枪毙命 于是两人都幸运地活了下来 可小男孩却跑到了安东尼亚这边找妈妈 这下恰好成了法哈多女儿的人质 可自己却成了对方的囊中之物 谁承想法哈多女儿洋洋得意的就是实施不开枪 然而等他终于说痛快了 却也恰好触发了他父亲在此设置好的战略 就这样 这个心里扭曲的父女俩的绑架案终于告破了 傅佳妮更有自信地回到了家族企业 银行家的儿子也回到了他身边 乔恩回到警局受到了同事们的另眼相看 安东尼亚也和儿子有了更多的见面机会 大家的生活似乎又恢复到了正常 然而事情却还远远没有结束 安东尼亚听到乔恩带来的消息陷入了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他看见的就根本不是法哈多的女儿 就在安东尼亚全神贯注的思考时 门铃却突然响了 只见一只猴子诡异地走了进来 他用叫声示意安东尼亚跳下去 就这样跳下去一切都会解脱了 这时他似乎想明白了 这一切并非是自己的错误判断 而是某些人想引诱他再次出山 让他以为这是凶手对有权有识者的复仇 这一系列事件甚至与杀戮的逾越无关 也不是想再折腾本尼堡受折磨的灵魂 这只是白先生设置好的一个游戏吧 此时的安东尼亚仿佛就要看到白先生的身份了 却偏偏被这不明身份的女人打断 然后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女人居然被提现吊在了半空中 安东尼亚本以为理解了这一切 没想到下一秒 她竟然也被这细细的提线掉了起来 正如这个红衣女人所说 谁不是被控制的提线莫文了 此时于空中在俯瞰马德里的地理 似乎云云众生都被一种神秘力量而掌控的 至此 悬疑惊悚剧红皇后第一季完结 如果你喜欢这个看不懂结局的西班牙剧集 还请朋友们点个小小的关注 咱们第二季再见吧 咱们是个小小的关注 咱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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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关注